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园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又重头奖又欲横财。 四,生肖今天忙数钱,财运临头。 要说忙,现在谁都很忙,忙住赚钱,但有些人忙能赚到钱,而有些人忙却是在瞎忙,根本没什么收获。 这就是因为运势的好坏有所不同,这大生肖是真的很忙。 有横财有大奖,到时候天天忙住数钱,怎么数都数不完。 生肖鸡,属于鸡的人,十之八九如人中之凤,不是因为他们智商过人,而是因为他们厚劲十足,别人是开局轰轰烈烈, 而他们却能将自己的努力,贯穿生财之道的始终。 越过越有钱,因好运影响,有望告别早前麻烦是较多。 运是普通的情况,到时候运是大逆袭,财运丰厚。 接下来的可谓是福禄双全,同时属于鸡的朋友,工作上定能事业有成。 富贵花开,一生不缺贵人相助事业,日后家中财运滚滚,福寿双全。 生肖蛇,生肖蛇心思虽细,却需要受一定的煎熬才能出头。 他们的敏感和多疑,总会让自己错失良机,非常利于在创业,或是做生意的小伙伴,注定日进斗金,转到手软。 如果你们有投资的想法,不用太过担心投资失败,在资产上会大有进账。 如果你现在觉得,自己很不顺也无妨,毕竟即日开始,你们将红运当头。 生肖牛,生肖牛之前的运势,一直不是很理想,在生活中也吃了很多苦。 这就是因为生肖牛,运势不佳的原因所致,有意想不到的进展和惊喜。 再加上事业和家庭方面,都能够和和气气,总会有意外之财。 好事多多,百万财富。 同时命功得福星入住,将会爱情事业双丰收。 注定好运源源不断,富贵难党。 生肖猴不但命理之中,凶心尽散。 更是会有财心降临,让生肖猴发横财。 重大奖,生肖马。 生肖马是一个,很要强的属于象。 但是因为早先,生肖马的运势不佳。 所以即使生肖马付出了很多努力,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 甚至让自己越过越辛苦。 生肖马自当横财滚滚。 富贵无尽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属侯精明彩排第五名。 十二生肖智商排行榜。 太准了。 人的智商都有高低。 有的人聪明绝顶。 有的却平凡普通。 生肖数。 生肖数数的人。 遇到事情很爱钻研。 但是在很多事情,都是为达木帝不择手段。 所以在他们做事情的时候,会耍一些手段。 生肖蛇。 生肖数蛇的人。 他们非常聪明。 但知道怎么样去利用。 自己的聪明去做任何事情。 但是他们为人低调。 不喜欢让别人知道。 自己太多的事情。 经常会扮猪吃老虎。 生肖牛。 生肖数牛的人。 对自己很多规划。 对走的路非常的讲究。 他们能利用自己老实本分。 他是做事来获得。 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他们有些人。 表面非常的人畜无害。 但被地理的心思,却非常的大。 生肖马。 生肖数马的人。 很有热情和动力。 他们不管再做什么事情。 都是非常的细致。 要是在工作中。 有很多的人都喜欢。 把一些有难度的事情。 交与他们去做。 他们会很负责的。 帮你做好这些事。 生肖猴。 生肖数猴的人非常爱打算。 争强好胜的心也很强。 在和人相处是不愿意自己吃亏。 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胜了。 自己的脸上才会有面子。 他们不会做让自己丢面子的事。 生肖羊。 生肖数羊的人。 对人做事都很和善。 性格让他们不管在生活上。 还是在事业上。 都不会有不和的人。 他们和谁都能相处。 在今后的日子。 他们也会过得很好。 生肖猪。 生肖数猪的人。 本性很懒惰。 很多事情不是说他们做不好。 而是他们太懒。 不愿意动手。 生肖兔。 生肖兔的人。 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友善。 但相处的时间越久。 你就能发现他们。 在很多事情上都会玩心计。 让你防不胜防。 生肖虎。 生肖数虎的人。 性格刚烈。 脾气也相对来说较为暴躁的。 你要是和他们争吵的话。 他们会越来越凶。 误会会越来越大的。 生肖龙。 生肖数龙的人。 大多都爱打抱不平。 替别人出头。 但是做事情。 总是不会去了解缘由。 会经常帮忙误会到别人。 所以在平时要多加注意。 生肖鸡。 生肖数鸡的人有自己的想法。 做什么都觉得自己是对的。 只要认定的事情不管好坏。 都会坚持做下去。 这样的人容易吃亏。 生肖狗。 生肖数狗的人。 他们忠诚如一。 对任何人都是真诚相待。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。 他们呢会有很多的知心好友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。 神智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争日上。 福如东海受比南山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妈祖娘娘点名六大生肖。 明天过后万事皆顺。 还不来皆福。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。 都无法拥有。 只能经历。 深知这一点的人。 就会懂得。 无所谓失去。 只是经过而已。 无所谓失败。 只是经验而已。 用一颗浏览的心。 去看待人生。 一切的德与事。 银与险。 都是风景与风情。 人生最大的选择就是拿得起。 放得下。 只有这样。 你才活得轻松而幸福。 马人命格。 生肖马的人。 前几天整体运势跌宕起伏。 破财的金额较大。 但明天过后就会稳定下来。 稳中有声。 观音赐福贵子进门。 事业如鱼得水。 往后福禄不缺。 拔面威风。 万事皆顺。 狗人命格。 生肖狗的人明天过后。 就迎来新一轮横财大运。 有望一举报复。 惊喜不断。 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 必定富贵无忧。 钱财无忧。 好运会一直持续下去。 人逢喜事精神爽哦。 虎人命格。 生肖虎的人。 很快运势就能转衰为旺。 富贵如流水般涌来。 闷声发大财。 坐拥金山银山。 贬地是横财。 家门兴旺。 家也昌龙。 一人发达全家受益。 全家跟住他们享福。 属人命格。 生肖属的人。 明天过后被好运包围。 霉运见了绕道而行。 财运大爆发。 命中大急。 运势连连上涨。 身边全都是横财机遇。 把握机会就能横财滚滚。 摇身一变隐形富豪。 闷声不想发大财。 洋人命格。 属洋人明天过后财运不错。 收入可观。 是大发横财的好迹象。 主要原因。 是能得到贵人的帮助。 增望你的财气。 工作上相对来说会比较省心。 用心的话受领导重用。 是很正常的。 工作顺利生活如意。 只需平常注意下。 不要太劳累就行。 下周桃花旺对异性动心。 时常会大献殷勤。 但你的种种的行为。 会把对方吓跑。 要小心对待哦。 龙人命格。 属龙人明天过后财运旺盛。 只要是自己设计的专案。 或者生意都会赚钱。 收入会很可观。 并且能得到贵人指点。 在贵人的指点下。 不管是正财还是横财方面。 都十分旺盛。 属龙人只要抓住这段时间。 那么必定会富得流油。 那么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。 神智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喜上眉梢。 谁家有蜀羊的? 三府二喜快接住。 运势上上千。 再不接就要溜走了。 喜上眉梢啊。 有蜀羊人的朋友们听好了。 这个月开始。 你们的运势可以说是爆棚啊。 俗话说得好。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。 必先苦其心智。 劳其筋骨。 你们之前的辛苦努力。 马上要得到回报了。 事业上不仅有望蒸蒸日上。 工资也越来越高。 就连副业都能让你很赚一笔。 钱包鼓鼓地让人羡慕不已。 说到蜀羊的人。 他们的性格可真是外柔内纲啊。 职场上他们是那种。 鞭打快马的人。 能够一路披荆斩棘。 勇往直前。 现在好运来临。 重大奖发横财。 喜天贵子。 升职加薪。 统统不是问题。 这差点让人以为夏天的热浪。 都带来了运气。 蜀羊的人。 这个时候你们可要趁势而为。 好好把握机会。 迎接财富的滚滚而来。 有一句老话咱们都知道。 有智者是进程。 蜀羊的人。 真是这句话的最好体现。 他们的运势。 随助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旺。 蜀羊人平时乐于助人。 一心一意地帮助别人。 到头来自身。 也能得到别人的帮助。 俗话说。 心怀虔诚。 福自身来。 蜀羊人中年之后。 经历了瓶颈期。 若能以致取胜。 必能扭转乾坤。 但是对于蜀羊人来说。 财富的稳定性还是个问题。 金钱方面他们还是很认真的。 但是收入来源。 可能不是那么稳定。 这让蜀羊人有时会心赛。 不过他们精打细算的本领。 还是能让他们的财务状况。 保持在安全线以上。 想要更进一步。 再做一番事业。 可能就需要一点。 大胆和牺牲精神了。 话又说回来。 近期蜀羊人的运势。 可是旺盛得很。 工作水涨船高。 财源滚滚。 前景一片光明。 别忘了。 蜀羊人的桃花运也是不错的哦。 独身的朋友有望遇到真爱。 恋爱中的朋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已婚的朋友。 还可能迎来新的生命。 真是福气满满。 喜事连连。 总的来说。 蜀羊的朋友们。 好运已经在前方等住你们了。 各种幸福和好运接踵而至。 就看你们怎么去迎接了。 别犹豫了。 赶紧把这份幸运收入囊中。 让人人都能看到。 蜀羊人的喜上眉梢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